意思就是说它不断地在那里流动 流到一些围石的那附近 日色冷轻松 因为天气快晚了 所以日色慢慢慢慢地要西夏了 那个轻松冷冷的那一种感觉 伯木空谈曲 安禅自独隆 那么伯木就是黄昏的时候 在那个谈水旁边 我谈一曲 轻轻松松的曲子 安禅 安定自己的禅心 可以把你心中的一些独隆都驱除掉 就是说你不要再有那么多 不必要的一些思想 下面竹礼馆 独坐幽黄里弹琴富长销 森林日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你看这就龙总二十个字 也是好得不得了 独坐幽黄里就自己坐在一个竹林里面 幽黄就是幽静的竹林 弹琴又长销 这个中国过去的人呢 总是喜欢在没人的时候 长销 这个销就是自己迎额 大声地唱 因为没有人嘛 你可以一个人的官司在菩萨 谁听得到啊 谁也听不到 但是你自己唱得很舒服 森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这时候只有明月照下来 你看你的那个心境多安宁啊 陆琴 陆琴就是猎人打猎的那个一个场所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鱼响 反景入森林 浮照青台上 也是二十个字 所以空山整个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 只听到有人在山上讲话 大岗山不是早上下午都很多人在爬山吗 你如果走到一个不是经常人走的路 你就会听到旁边有人还在讲话 这条路是躺去队啦 旁边有人说不知道啦 只去那边才就有了 好了 这个反景这个景呢 也可以当作影 中国古代这个景色的景 跟旁边在家山画 那个景是一样的 所以反景就是指的 太阳的回光反照 又照到森林里来 照到森林里的什么呢 照到青苔上面 一片完全是自然界的景光 没有别的东西 好了 下面 鸟鸣简 哇 这个尤其是一种安静的这种感觉 人贤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金山鸟啊 十明春简中 人很闲善 没有任何事 没有任何事 晚上安安静静的 一座春天的那个山 空空荡荡 就是代表它心灵的一种什么 一种空急 不需要喧闹 人生要找这样的地方 不容易找 我不知道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如果住在光德市 这边倒是很安静 如果住在市区里 住在大厦 底下的车子来来去去 哇 吵死了 我住的地方倒是好 住在我们学校的宿舍 宿舍在学校里面 高雄十大 那么因为是早期的 所以我可以住一辈子 除非我消失 否则我就住在那里面 旁边有树大概两三百棵 矮树两千棵 我每天如果是要到学校去帮忙种树 忙都忙不完 我顶多偶尔去浇浇水 晚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唯一吵的就是什么呢 这个学生打球 在那里闹 闹完了 我也当作没听见 安静的不得了 所以找别的地方找不到 有人给我说那你住的地方简直比王永庆的还要好 我说对啊 不错 我门口还有十二个警卫 每天还来巡逻 问我家可以停多少车 我说大概三百五十台吧 因为学校的那个停车位 到了暑假就全部都是我家的了 因为学生都回家去了 老师也回家去了 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就只看见空空荡荡的一个校园 十几甲 谁有这样子的享受啊 月初金山鸟谁晓得月亮出来了以后太亮了 把山上的鸟都吓住了 因为鸟以为天亮了 月亮太亮 月初三鸟就飞起来了 哎呀白天了嘛 鸟就飞出来了 飞出来了以后 十名春简中 就在那个春天三简当中在那里呱呱的叫 这意思就是静得不得了啊 连鸟都被那个月亮吓到了 在春简里面叫 你看看人是多么的轻松多么的愉快 好了下面呢 提前上人壁 前上人是一个出家的师父 他在他的那个山壁上面提的字 唐李嘉佑 他说 所以他在他那个山壁上面就提了这一首诗 他诗诗禅心 供足弦 诗的这一种 想做诗的一种情怀 还有他自己参禅的那种心 跟竹子一样 闲闲闲闲闲的没任何事情 任他流水向人间 随便底下的那个溪流啊 流到哪里去 向人间 受诗如意 高窗里 因为他住在山壁上面 所以拿着一个如意啊 就在那个高山山壁上面的窗里面 斜日沿江千万山 太阳斜斜地照着他的山壁 千千万万的山 就在那旁边 一群一群的 在他的眼里散开 各位 我们好不容易啊 能够找到这样子的地方 你会那么快地离开吗 下面呢 柳宗元写的这个 哎 是好得不得了 他说 鱼翁叶棒西岩树 小极青香燃楚足 烟宵日出不见人 矮乃一生三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 沿上无心云相左 好了 在这个地方的运呢 我要跟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报告 他压的运是浙生运 中国人呢 过去做诗 一定要压平生运 但是他呢 压浙生运 这种浙生 就是平上去入 大概我们呢 波波摩波的波 一生 二生呢 很多时候都是平生 上去入入生 那他这里 足入生 落入生 左入生 所以鱼翁叶棒西岩树 鱼翁呢 晚上 靠着一个 西边的山 在那里过夜 清早起来 小极青香 哇 这个字好漂亮啊 清早起来 用他的水壶 在清澈的香水 哇 清香两个字 本来就好听 小极 极就是极水 就在香水里面 挤一点水 然后呢 就燃柱竹 就在那个竹子 找了一些干的竹子 烧火 准备煮饭 又有 又有水 他又可以煮饭 烟消日出 不见人 好了 这早上呢 试过了 他的那个 云雾漫漫 竹子烧的那些火 熄灭了 只剩下一些烟 烟那消了 太阳出来了 再也看不到附近有任何人 挨乃一身 山水绿 渔夫就上船了 挨乃就是滑桨的声音 挨乃 这两个字 滑桨 船桨的那个声音 挨乃一身 回头看看 山水都是绿的 回看天际 回头看看那个天际 他的船正好已经到了河流的当中 沿上无心云相左 回头看看那个山沿 山沿上面呢 有很多云彩 根本没有心的在那里 飘飘荡荡 好像云彩也在那里追逐 无心的云彩在追逐 追手是非常好 各位回去啊 可以把它背下来 让你自己的心灵经过我刚才说水的致敬作用一样 四十七首我们现在才十三首 再讲一首两首就差不多了 所以明年还可以继续讲 第十四江雪柳中原 千山鸟飞绝万尽人中灭 孤州梭利翁独掉寒江雪 啊千山万水 鸟啊飞来飞去都不见了 万尽人中灭 不管所有的路 它究竟向哪走向哪分岔 人踪迹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冬天下雪的时候吗 孤州梭利翁 一个孤州上面 穿着梭衣 带着斗笠的一个老先生 独掉寒江雪 这个也是啊 浙生运 柳中原喜欢阳 压浙生运 这个浙生运呢 在诗歌的写作方面呢 讲起来它有一种 比较无欲 比较欺轻的那一种感受 好了 后面是贾导的一首诗 松下问童子 言诗才要去 只在此山中 云生不知处 这也是浙生运 去处 在松底下 我碰见一个小孩就问他 说你的那个老师上哪去了 哪个法师在什么地方 他说啊 八卦先生我不知道耶 老师一早就出去了 只在此山中 他好像就在这个山里面 你去找找看 那山里绝对找不到 所以云生不知处 哇这个老师也真是厉害啊 到处走到处看了 在山里面可能采药去了 好 第十六首 提李宁幽居 也是贾导的 贤居少灵病 草进入荒原 鸟树 池边树 声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设 一事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 忧其不复言 说贤居少灵病 我贤居在乡下的时候 没有什么邻居 少灵病 这个病就是同时在附近住的 那草进入荒原 一条青草的路 弯弯去去的 走到我将近荒府的庭院里面 只看见鸟住在池旁边的树上 这个就是一个动态 静态当中的动态 鸟就是这点可爱 你会注意它 它也不给你发出什么噪音 好了 声敲月下门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是黄昏了 天黑了 声敲月下门 这就是所谓推敲了 一个出家人 敲隔壁房间的 一个出家人 和尚的门 敲敲 这就我们后世不是说 哎呀这件事情让我推敲推敲 就是这个典故 各位老师 推好还是敲好 如果声推月下门呢 安安静静的 把月下隔壁那一个残房的门 推开 或者是他自己残房的门 推开 敲呢 用手敲那个门 所以这件事情要推敲推敲 推好还是敲好 如果推的话 里面有没有人 可能没有人 敲呢 可能有人 可能是你的师兄 哎 师兄 赶快出来 月亮好好哦 这时候的风景 这时候的风景外面看不到 师兄 哎哟 我好爱睡呢 今天法会做了 受不了了 不要紧了 出来啦 你看 这样就有一点什么 有一点味道 所以他不光是推 所以推跟敲 敲字比较好 后世为这个 有很多争执 深敲月下门 好了 下面 过桥分野色 走过桥去 田野的那个 种的东西不一样 青绿的翠绿的不一样 分出一些野地里的不同的颜色 一时动云根 只看见山上那些石头 好像云在那里不断的那个动着 动着把那个石头都移动了 石头其实没有动 是什么东西在动啊 云在动 好了 暂去还来此 尤其不复原 我虽然暂时离开这里 但是我还是要到这来 就过去我曾经在这个禅房住过 离开了还会来 就像那个云离开了 它还会不会来 还会来 尤其不复原 我们究竟什么时候能够期待 下次到这里来 再跟你见面 一起来分享这一种 安安静静快乐的时光呢 我们的时间大概就差不多了 我在这里啊 我要特别邀请各位老师 为我们今天参与这一场活动 还有很多我们的出家众 我们为他们鼓励鼓励 这些出家众 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功课 应该不是说周教授讲得好 所以特别来听吧 不管了 那么我们也为我们的这个 慧彻师 鼓励鼓励 谢谢 这慧彻师大家别看他主持中文 他做英文主持人还好得很 下次我再来演讲请他用英文主持算 那么另外呢 各位老师辛苦了 暑假还到这里来 我听说一位老师到这里已经九趟了 很多大概都是已经很多很多趟了 我们大家为自己 也为其他老师大家一起热烈鼓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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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God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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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